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呢是它的那个圆盘啊这个圆盘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绘制一下啊这个摩天轮 首先呃先把上面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组成啊这个一个两个车在一条直线上啊这个先绘制出来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圆 颜色呢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 比如改一个黄色 然后接下来下面呢是它呃连接它的一个直线啊或者说一个矩形 好我们绘制一个矩形 好绘制一个矩形 那下面那个圆的话呢就大家就直接把这个上面的圆按住out键这样复制下来就好了 大家来看我现在这三个路径啊它其实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对吧呃那么就需要大家呢把它们三个选中选中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对齐来看一下啊在这个选项栏这里呢它是有这个对齐的啊对齐 好我们单击一下对齐 好我们单击一下对齐 在这里呢咱们去选择这个呃应该是水平居中对齐对吧这样的话它们三个就在一条直线上了 之后呢我们怎么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啊那么其实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学到呃我们可以先调出countership加上f9啊调出咱们的这个路径查尔器来 那么路径查尔器的第一个模式呢叫做形状模式啊 形状模式里面呢有一个连击啊这个连击的话呢其实就是把它们呃创建成一个复合的一个形状啊它现在不是三个路径吗 然后我们按住out键然后单击一下这个连击啊然后之后呢你看扩展就亮起来了我们再单击一下扩展 那么它这些多余的路径就取消了你这时候再单击它就是一个路径了啊就是一个路径了就是我们把它呃就是如何去做这个连击啊做一个复合 呃那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其他的给它做出来了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上几课所学的这个知识点啊叫做什么旋转对吧好我们现在单击一下旋转 你看它会自动找这个中心点这就是路径的中心点对着呢那双击好我们让它旋转多少度呢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去数一下它总共有多少根对吧用360度除以它的一个根数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它去旋转20度 20度好那么是复制吧对吧我们复制这是旋转20度的一个效果那其他的呢就是Ctrl加上DCtrl加DCtrl加D对吧一直Ctrl加D到这里结束啊是这样之后这个最外边的这个这些就做出来了我们去做这个圆盘 这个圆盘呢也很简单啊首先它是一个椭圆吧对吧我们去画一个椭圆 画一个正圆啊画一个正圆 好到这里然后是没有填充的只有描边我们可以切换一下把描边呢稍微大一些 描边稍微大一些 然后接下来里边还有一个圆那里边这个圆呢大家就需要怎么着 需要给它复制一个对吧好Ctrl加C复制Ctrl加上F进行一个粘贴 这个F呢是粘贴在当前图层的前方了然后我们再按住Shift加上Alt键这样等笔的去缩小它 好这是这个里边的这个小一点的 然后这个圆盘上面呢它有这些线段啊就这样支撑着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 那么这里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直线段吧对吧好我们先绘制一个啊 那么在这里你看这个地方 然后向右下角这样哎这是绘制的一个对吧 其他呢也是需要这样大家来绘制出来 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不是有点慢一个个去绘制对吧 啊我们肯定又可以想到这个旋转工具 只不过这个旋转工具呢我们这次不是以这一条路径呢中心点为中心去旋转了 我们应该以下方的这个点啊中心点按住Alt键单击 然后为为这个中心让它这样去转 那么它转的角度呢应该跟你的这个上面之前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同样的是20度 好我们在这里复制对吧这里就复制出来一个Ctrl加D Ctrl加D一直Ctrl加D好我们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块做出来 那之后呢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这个空心的一个效果啊 呃由于大家呢还没有学习路径查尔器 我呢就在这里绘制一个圆 呃绘制一个圆 那么这个圆形呢我给它的甜色啊和我们背景是一个颜色 就打造出来一种那种空心的一个效果啊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摩天轮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大家后期可以把这个每一个圆啊 就是在做的时候呢 它稍微小一点啊 稍微小一点 呃这是我们摩天轮的一个制作 其实用到主要就是用到的一个呃旋转工具啊 用到的旋转工具 是旋转工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练习案例啊 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了 呃下课呢大家一定要自己做一个练习 呃去体会一下 好我们下期课见